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明胜对养生很讲究 二十多年前便开始自学如何通过饮食养生 竞选期间 他每早出门前都会喝养生饮料 让身体保温 促进血液循环 几乎每天早上我太太会帮我准备 如果她太忙我就自己来 我喝九种骨类的一种粉 然后再加姜 再加比较特别的那个叫肉骨粉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醋 再加一点蜜糖 那个是给烹散你肠胃 走访选民期间需要一直说话 为了保护生代 他只喝热饮 姜茶要属他的最爱 竞选期间 每晚入眠前也会通过静坐 输解压力 所以在这种政治圈里面 很多议题 每天都在想议题的话 心会烦 最近觉得比较烦的时候 就要开始把心静下来 尤其是在竞选的时候不能讲错话 所以要肯定 通常是晚上就是还没洗澡之前 我的习惯就是洗澡之前 做可能十分钟四五分钟的运动 是一种习惯 就好像睡觉 切掉先刷牙 48岁的冒工部高级政务部长 徐宝坤医生 则通过运动 在这段期间维持体力 即使竞选期间 每天得在选区走将近十个小时 他回到家还是坚持要运动 我觉得从体力方面还可以支撑得住 当然精神方面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除了爱家外户探访 跟人家教练之外 接受采访 还有在线上有一些反弹 所以可能就从这方面 精神方面的压力就比较多一些 徐宝坤庆幸幸有太太的支持 每早为他准备泡生茶 让他在午餐休息后 充精神 太太每天也在送他到选区 和接他回家 也会为他准备宵夜 因为竞选的时候 通常都是批心带月的 通常回到家大概是十二点多 一点左右 我在洗澡的时候 他就去煮一些面线 或者是冬粉之类的 就是一点带汤的这些食品 让我至少一天保肚子 红点同心党是参加本届大选中最新成立的一个政党 党主席李娟说 竞选期间睡眠不足 三餐不定时 容易胃痛 他发现 芦荟汁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餐起的 而家中成员更是他的精神后盾 家里我有我亲爱的宠物 还有我的孩子 所以看到他们就会觉得开心很多 38岁的陈慧敏 是益顺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 第一次参选的他 每天奔波走访选民 主要靠多喝凉茶来解渴 降火 喝很多水 然后也有加一些凉茶 凉茶 玉米水这些都是吃凉的啦 因为要说很多话 而且走很多路 有个朋友大概每天或隔一天会帮我带凉茶过来 早上有喝这个酸素才出门 会补充让那个身体的那些肌肉 修复得比较快 还有也是补充一些咖啡因 除了几量定时吃三餐 他身边你会带上点心 随时补充体力 有时候就是想要补充一点糖分嘛 因为可能流很多汗 就吃那个干的杏糊 Dry Apricot 香气永迟提神 这也是陈慧饮解压的秘方 像我防晒的那个 它是有精油成分的 而且在办公室里面也有那个精油的 Humidifier 尽量有时候闻到一点香味 会感觉比较精神啊 比较 而且比较relax 今天诗称有约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